晚視屋 人物談 Joseph Joestar 喬失夫喬斯達 Joseph Joestar 第二部的主角 又稱 宜租 或者 宜喬 做人鼓鼓滑滑 花筆食腦 戰鬥能力有限 但是創意無限 在第二季的戰鬥潮流裡面發揮得淋漓尽致 來到第三季 星辰鬥士 他已經做了人家的阿公 帶領著他的孫 空調成太郎 and friends 去出發 玩有世界禁制要打到Dio 救回自己的女兒 即是成太郎的母親 但其實他本人都沒見過Dio 對他來說 他見到Dio 跟成太郎的心情應該都是一樣 都是祖先的敵人 其實都不是說很熟 在第三季 星辰鬥士裡面 他已經是一個67歲 經驗豐富的老人家 亦都是不動產大王 有錢的程度 可以不搭船 隨時買一架潛水艇 但其實他們的移動手段非常有限制 他們完全不可以搭飛機 因為這傢伙 搭乘飛機的經驗都其差 經常聚機 連孫都說不想跟他一起搭飛機 似乎是manly 在這一季 他飾演一個導遊 領隊的角色 去到每一個冒險的地方 都會介紹一下當地的文化 亦是令到第三部特別有趣的特色之一 由於要讓主角位出來 去到第三季 他的能力就被大大地弱化 替身的名字叫紫色藤姐 可以拍一下念照 獲取一些線索 但每次拍念照都要打爆寶麗來 就不是太花算 而不拍念照的時候 他的能力有時會當作Spider-Man的紫珠絲 每個角色的替身都有個人形 除了他那個 他真的只有幾條植物在手 轉數方面 亦都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快 明明是波紋使用者 應該不會那麼快出現老態才行 可惜 他疏於練習 不過可能是這樣 他才可以做到 Joe加少友 條命比較長的Joe Jr. 我們可以做到的 我可以做到的